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新闻联播给您 拜年了 祝福您龙腾虎月 何家幸福 事事顺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泰民安 繁荣昌盛 夜夜兴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说 大家对新的一年要充满信心 把日子过得更好 春节里的中国喜庆祥和 各地的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新春活动中 感受幸福生活 凝聚奋进力量 春运以来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3亿人次 总台龙年春晚 亮点分成 创意十足 新媒体直播规模和海外传播量均创历史新高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向中国人民恭贺新春 多个国家举办精彩活动 欢庆中国春节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春节是新的开始 预示着新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说 大家对新的一年要充满信心 把日子过得更好 新春佳节 天南地北喜庆祥和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感受幸福年景 见证神州大地的气象万千 共享伟大祖国的发展成就 这个春节 大江南北喜气洋洋 欢乐吉祥 在贵州前夕华屋村 乡亲们再歌再舞迎新春 一个个原创节目反映了苗乡的幸福新生活 团年饭上 大家吹起炉声 唱起住酒歌 去年 华屋村接待了超过30万游客 村里的产业也愈发红火 2021年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华屋村的时候 他嘱咐我们要把乡村产业发展好 你看我们现在一个小小的华屋村 不仅传统产业发展得好 而且我们还发展了旅游业 有露营基地 还有直升机 乘船游览观光 我觉得在新的一年 我们更加应该录起秀子 加油感 从民族村寨到城市街道 从塞外边陲到革命老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每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到乡村社区 看望群众生活 向大家送去新春祝福 五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北京草场胡同 同朱茂锦一家一起包饺子 炸鸽着 聊家常 这个春节 朱茂锦家装饰一新 一大家人为团圆饭忙活着 这几年 朱茂锦所在的东城区持续推进美丽院落工程 胡同有了电动停车棚 太阳能照明等设施 还打造了一刻钟便民服务圈 新一年 东城区还将在提升公共服务上下功夫 这个春节 江西景岗山脚下的神山村年味浓浓 大红灯笼挂起来 瓷巴打起来 油果子煎起来 乡亲们还摆起了农家宴 一起拉家常 对未来大伙充满期待 现在感觉神山村每年都在进步 很幸福感越来越强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把生活水平再提高一个档次 神山村曾是贫困村 2016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看望慰问乡亲们 总书记说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 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 2017年2月 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 如今的神山村 通往外界的盘山公路畅通无阻 红色旅游 生态旅游吸引八方来客 走在乡村振兴之路的乡亲们 信心满满 总是就特别关心我们老百姓 我们这个神山村 村长变美了 村民变富了 去年我大概估计一下是十万左右 这个春节在兰州西湖街道 人们包饺子庆团圆 在西安205所社区 大家用舞蹈表达新春美好祝愿 在山西冯南园村 乡亲们捏枣花做年膜 在河北德胜村 人们扭起央个 希望新一年五股丰登 万水千山 春暖情长 喜庆祥和的新春佳节 见证着人民的幸福生活 更有习近平总书记 最深情的牵挂 2017年总书记毛泽严海 来我家温海温暖 这个是安心 我们村的前来二百 把这个马列书威胁书打碰 并且有了光复产业 我买的小汽车 买了拖垃圾 否则都换成了小二楼了 希望总书记 在那里我们村 开开我们村的 开开我们家的性别化 各地的人们 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 欢度新春假日 庆祝龙年新春的到来 除夕的夜空绚丽多姿 在上海 重庆 深圳 哈尔滨等地 五彩缤纷的城市夜景 和科技感十足的 无人机表演交相辉映 为节日的人们 带来一场场光影盛宴 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开心 希望我们的生活 都像这个灯光一样 璀璨 多彩 新春灯会 点亮幸福中国年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 四川自贡灯会 运用多种飞夷记忆 捆扎成长达 二百多米的 飞夷中国龙 三万片羽毛 制成栩栩如生的孔雀灯 还有小朋友的画作 也制成了花灯 活灵活现 充满了童趣 在广西南宁清秀山的 新春灯会上 花灯依山水之势 错落分布 一步一景 游客市民纷纷拍照留念 记录下这美好时刻 在河南郑州 中原文化与彩灯艺术结合 让人目不暇接 在河北唐山 众多灯组串联 展现祖国大好河山 除夕夜吸引了上万人 前来打卡 这组逾越龙门 寓意特别吉祥 特别好 也希望大家 在以后的生活中 幸福美满 像逾越龙门一样 步步高升 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 团圆的年夜饭开席了 贵州十千长寿街 摆开长桌宴 社区居民一起坐 一起吃 品味的是 围坐在一起的热闹 和浓浓的邻里情 在沈阳北市社区 社区居民邀请留校大学生 外国朋友等 一起包饺子 看春晚 过大年 让在异地的人们 同样感受到家的温暖 大年初一逛庙会 找寻的是浓浓年味 在山东济南 舞龙舞狮 川剧变连等 传统民俗表演 轮番登场 在湖北早阳 剪纸艺术 手工香囊 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北京春节期间 集中推出 千场庙会游园活动 今天 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 场电庙会 人流如之 市民游客动手体验 春符印章 木板水印等 飞移项目 在汉末书香中 欢度新春 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非常开心 更好的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 龙腾盛世 锣鼓喧天 在安徽影上 在浙江长兴 舞龙表演队沿街巡游 为百姓送去新春祝福 在江苏宿迁 充满年味的民俗表演 将新春的氛围拉满 在云南昆明 仪族 哈尼族 姚族 歹族等 不同民族的特色鼓舞表演 场面热烈奔放 今天也是藏历新年的大年初一 在西藏日喀泽 山南等地 人们身着节日盛装 品美食 做游戏 唱歌跳舞 热热闹闹过大年 春节期间 大江南北做作军营礼 战鼓迎春 舞龙舞狮 新春游园会 冰雪嘉年华 军营年货夜市 各种野战文化娱乐活动 精彩分成 阵阵欢声笑语 让部队年味十足 大年初一 香港街头年味满满 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 市民们在商场购物 在景点打卡 走亲访友 祝福新春 我祝愿大家 龙年进步 龙腾飞跃 也祝愿香港繁荣稳定 国家 国泰民安 今天 澳门举办欢乐春节 2024年龙腾五月 赫新春社区巡演活动 一条长达238米的金龙 和十八头行尸 从大三八排方同时出发 途径澳门多个主要景点 与众多市民和游客 一起庆祝龙年新春佳节 我们希望新年用武龙舞斯 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气象 新的健康 新的福气 武龙舞斯带给我们国家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龙腾九州春暖人间 在距离地球 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 正在太空出差的 神州17号航天员乘组 日程过半 三名航天员在太空家园里 欢乐过年 除夕当天 航天员汤洪波 唐盛杰 江心林 特意穿上了喜庆的祥云服 挂服字 贴年画 在天河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 都贴起了春联 装扮得年味十足 同时不忘给地面支持团队 送上新春祝福 即便是身处太空 也少不了年夜饭 饺子 桂花芝士年糕 八宝饭 还有寓意十全十美的十大菜肴 这些都是地面科研人员 为三名航天员精心准备的 新春大礼包 这不都一顿吃完啊 年年有余啊 今年在空间站过年 贴冲帘 看冲碗 共手碎 是我们一年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空间站场过大年 你真的很非凡 这是基于神舟13号 神舟15号之后 中国人第三次在自己的太空家园 欢度春节 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 中国空间站上 神舟17号航天员成组 与地面同步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节联欢晚会 看春晚这一中国人 不可或缺的新年族 在太空当中也大大丰富了 航天员的雏心夜 春节假期的前三天 三名航天员可以自主安排 包括与亲友同事视频 自由开展娱乐活动等 后续三名航天员的 各项训练和工作 也有序进行 在轨飞行了100多天了 整个航天员整个蹭组 工作状态 身心状态 健康状态都非常的好 初四就全面进入了 工作时的状态 要为后面的出舱任务 一些载轨实验 做很多的提前的准备工作 春林大地浮满人间 执子新春佳节 总台特别推出春节海彩 借你吉言 记者走进祥和喜乐的华夏大地 与大家一起聊聊祝福 说说收获 你好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我们正在做一个节目 叫借你吉言 过年您送一个吉言 您想送什么 风调雨顺吧 国泰民安吧 首先先祝咱们全国的人民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龙年大吉 就是咱们是一个大家 然后咱们就可以去共同发展 首先要有大家 大家好了以后 我们小家才能好起来 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呢 龙马精神 恭喜发财 来自到来 想问问 咱们有什么祝福要送出去的吗 那 这是都是的 那么我们作为书法的为喜之的 那喜新的一年 龙年之前 这么大的福祉 人用圣事竞争所 好 岁准 阳春 西养新 我今天说话都是中启时 中启很多 八岁五岁 您觉得这个福字的意义是什么 福字的意义很深 福字符号上面也很指天平 中几个口字 全国老百姓不管人都要吃饭 吃饭靠什么 靠下面的田 所以我们洗福字 下面的田一定要福得到 说得太好了 也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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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国人民送福了 送福了 送福了 龙年大吉 我要把这份祝福 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常理常训 国泰民安 过去年大家过得怎么样 很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虚无 这是我们这边住的地方 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吧 有 每家每户门口有那个车会 有给小妹准备什么礼物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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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生死 买新衣服 祝自己呢 能够来年能够再多挣点钱吧 很虽然 很虽然 注意咱们的老铁们呢 更加吉祥 能够多学到这种知识 我要直接去空明直播 瓜绘基地 专业住直播去 将来有做全国各地的生意 而不是单单做咱们太原式的生意 可以是说 你是最近 最起码是目前的变化 咱们中国这个发展 叫全球发展这个变化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无论是经济方面 还是社会方面 还是说我们的文化方面 都是在一个腾飞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希望进入龙年 我们中国古化一个吉祥语 希望我们能够龙腾鼓越 希望我们中国越来越腾飞 您为什么会选这样一张内容 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安靠 这也是很关键的 国泰民安是最关键 未来可期 现在当下珍惜 我们祖国现在日新月异 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 虔诚似锦 年年如春 过年到了 您送一个吉言给朋友 或者是给家人都行 您想送什么 平安幸福 平安幸福 我们一家人 包括我们的国家 包括我们的家人 还有我们所有的 我们十四亿中国人民都是这样的 爸路我跟儿子孙祖说 我说现在我们的国家 你睡觉踏实 躺上就着 我们有十大十的有我们的国防工业 原来做国外的邮轮 现在做中国自己邮轮 这不都挺好的 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信心十足 百足千足的 2024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1.9亿人次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8亿人次 铁路客运量预计550万人次 水路客运量预计53万人次 春运16天以来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3亿人次 随着冰雪由热度持续攀升 铁路部门在多个旅游热点城市的火车站 加大于公交 轨道交通 民航等多种交通方式的多市联运 方便旅客快速换乘 今天 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和成余地区间的往来航班较为繁忙 广州机场预计旅客吞吐量最高 达19万人 交通部门除了延长火车站 机场的公交车和地铁线路的运营服务时间外 还在多个机场增加大巴车等服务作为补充运力 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方式 欢乐吉祥 喜气洋洋 熟悉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 如约与海内外受众相见 在欢声笑语中为人们献上一道振奋人心 情真意切的文化大餐 截至今天凌晨 总台龙年春晚全媒体累计触达142亿人次 社交媒体话题讨论量267.77亿次 新媒体直播规模和海外传播量均创历史新高 总台龙年春晚以龙行达达新兴家国为主题 歌舞 戏曲 相声 小品 杂技魔术等各类型节目 通过讲述真挚动人的百姓故事 展现神州大地的蓬勃生机 这次龙年的春晚正是在看的时候 大家都心潮澎湃 非常振奋 我相信我们今年龙年能够更加好 给大家带来了疼婢 能够带来幸福生活 整台晚会可以说场面宏伟大气 节目非常精彩 别开生命 体现出了我们中国人龙的精神 看得非常过瘾 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感觉幸福满满 今年的春晚我感觉到特别的精彩 感受到了欣欣向荣 活力满满的中国 今年我因为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我们没人回家 但是看着春晚和工友们一起过年 既温馨又热闹 新的一年我们信心十足 干净满满 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在歌舞节目《如果要写年》中 来自湖南省惠同县 素育希望小学田野师班的孩子们 以纯真的童心和想象感动了无数观众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特别棒 也宣传了我们的家乡 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 这群山里写诗的孩子 我觉得特别自豪 今天在看到孩子们的表演以后 我们的心情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刚刚忍不住 泪水都流下来了 田野师班 从2017年至今 他们沉淀了七年 孩子们真是好样的 今年看春晚的感受格外的不同 去年洪灾后 各级党委和政府帮助我们 重新修缮我们的家园 一家人都回来团聚了 心里暖洋洋的 家里人也都暖洋洋的 祝全国人民龙年大吉 总台持续推动思想加艺术 加技术融合创新 在电视 公共大屏和手机三类终端 实现超高清春版同步观看 我还是第一次走进影院 看咱们的春晚直播 声音特别的震撼 色彩特别的艳丽 我感觉就像身临其境一样 就真的像我走进那个 春晚直播大厅一样 感觉特别过瘾 看得特别带劲 非常的时尚 也非常的震撼 屏幕的画面非常的细腻逼真 现场感也是扑面而来 感觉视听效果非常的棒 就是为坚守岗位的 城市建设者 服务者 游客朋友们 提供了一个共庆新春 共享团圆的温暖空间 龙年春晚 总台CGTN多个外语频道 和68种语言对外新媒体平台 联动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 2100多家媒体 对春晚进行同步直播和报道 同时在49个国家 90座城市的 3000多块公共大屏 直播和宣介总台春晚 全球受众在喜庆红火的年味中 感受中国春节 中华文化的眷勇魅力 中央广播第四总台的春节离婚晚会 已成为我们很为华侨华人 必不可少的年夜饭 也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 一张亮丽名片 民族特色在春晚中得到充分体现 同时春晚充满现代感 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我非常高兴看到春晚 中国多彩的文化 晚会热闹的气氛 高科技的舞台元素 都是这台晚会的精彩之处 我祝愿中国朋友 龙年吉祥如意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据商务部大数据监测 今年除夕 部分重点大型超市 及时零售销售额 同比增长约20% 除夕当天 重点电商平台在线餐饮销售额 同比增长40.8% 全国示范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 同比分别增长26.9%和21.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 今年除夕业 网联清算公司和中国银联处理的 全行业网络支付交易峰值 为每秒10.9万笔 相较去年增长4.61% 创同期历史新高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3年我国餐饮收入 首次突破5.2万亿元 创历史新高 全国餐饮收入 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增速 分别比上年同期 上升26.7个26.8个百分点 餐饮收入增幅 领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幅 13.2个百分点 今天 贾前龙年陕西开行的 首趟中欧班列 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 13天后抵达德国汉堡 班列的55个集装箱 满载光伏设备 钢化玻璃 日用品等 目前 西安的中欧班列 常态化开行18条国际运输干线 实现亚欧主要货源地全覆盖 2024年多哈游泳市锦赛 今天继续进行 在花样游泳混双自由自选决赛中 中国队组合 陈文涛 石浩鱼成功未免 这是中国队本届市锦赛的第七斤 此外 在昨天的比赛中 昌雅妮 陈奕文 包揽跳水 女子单人三米板冠亚军 中国花样游泳队 夺得集体自由自选金牌 年日来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祝贺中国龙年新春佳节 期待与中国加强交流与合作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 相信中国必将在通往繁荣强盛的 康庄大道上取得辉煌成就 期待双方合作水平提升至新高度 打造哈中关系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吉尔基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表示 相信随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推进 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 取得更加瞩目的成就 沙特国王萨勒曼 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分别向习近平主席 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 祝友好的中国不断发展进步 至此新春佳节之际 我仅代表挠碌人民和政府 向习主席阁下和中国人民 致以最温馨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我们两国近来恢复外交关系 是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我们共同致力于友谊 尊重与合作 远聋的精神带领我们走向 繁荣与和谐的未来 我仅向习近平主席 中国政府 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美好的祝愿 龙年象征着力量 智慧和繁荣 我希望这个喜庆的节日 能带来幸福和成功 新的一年里 祝中国朋友吉祥如意 身体健康 继续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塞尔维亚国土虽小 但我们人民胸怀宽广 是中国人民值得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美丽的国家 体验这里的风土人情 你们好 我向全体中国人民 致以节日地问候 各中两国民心相连 忠心地祝你们龙年快乐 我忠心祝愿中国人民身体健康 幸福平安 我深信龙年将给我们带来 更加高贵 智慧和坚韧的品质 推动更具活力 包容性 和可持续性的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为国际多边合作增添了新维度 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拉加经委会对共建一带一路 及中国其他倡议 也抱有极大期待 9号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 涅瓦河上的地标建筑 东宫桥点亮中国红 市民驻足拍照 庆祝龙年春节 美国纽约地标建筑 帝国大厦亮起 中国春节主题灯光 当天大厦还揭幕了名为 龙藤四季的欢乐春节生效橱窗展 今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地标性建筑 荣耀塔和巴特罗之家 也亮起喜庆的灯光 在巴特罗之家门前 还举行了武师表演等传统庆祝活动 在希腊首都雅典 中国春节主题游园活动近日喜庆开场 画堂画 斗空竹 舞龙舞狮 昆曲等丰富多彩的表演 给雅典带来富有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捷径氛围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人们用热闹的赛龙舟共度中国春节 来自中国和阿根廷两国的37支队伍 500余名参赛选手分批竞技奋勇拼搏 中国年红红火火 洋溢着温暖和活力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走进锦绣中国年 在美国的计划里面 那么多年红火火 在美国的计划里面 在美国的计划里面 这里面是少年的 高重火火 可以转发 打出了明天 后面的这些 用台式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